每提到禁地 人们会联想到哪里呢 是那个事故频发的百慕大三角地区吗 还是那些探险小说中 人类寻找的失落古城 或者是异形生物出现的其他星球 相信由于阅历和经历的不同 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会大相径庭 无论是哪个地方 想必都充满了神秘和恐怖 实际上在中国 就有许多类似的神秘禁地 其中之一就是昆仑山 长久以来 昆仑山似乎一直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 让我们无法真正看清它的真面目 而昆仑山身处频繁发生的怪事 似乎也证实了这座山的不寻常 那么 作为世界十大禁地之一 昆仑山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谈到昆仑山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座神秘山脉 毕竟大多数人都处于指纹昆仑 未见昆仑的状态 昆仑山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一神山 位于新疆 青海和西藏的交界地带 它吸起帕米尔高原 然后横贯新疆和西藏 最终延伸至青海 昆仑山全长约2500公里 占地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在5500米到6000米之间 最高峰位于新疆克兹勒苏克尔克兹 自治区的阿克陶县 名叫龚格尔峰 海拔约7649米 从基本情况看 昆仑山的横跨范围相当广泛 涉及三个省份 昆仑山一直是军事重地 官兵常年驻守 再加上关于昆仑山无数神秘传说 使这座神山更显得神秘莫测 关于昆仑山 有许多未解之谜 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就是 昆仑山死亡谷之谜 有人说 在昆仑山深处存在地狱之门 无论是何种生物 一旦进入就难以幸免 最终都会被牵引进入地狱 这个传说之所以传得如此 绘声绘色 主要是因为 死亡谷确实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 昆仑山死亡谷的真名 叫做纳棱格勒峡谷 占地面积约为3500平方公里 主要位于昆仑山区的青藏高原 死亡谷全长105千米 宽度33千米 海拔在3200米到4千米左右 虽然名为死亡谷 但实际上 与我们想象中的破败凄凉截然不同 由于位于纳棱格勒河的中上游地带 这里的牧草生长良好 湖泊清澈见底 宛如仙境 然而 熟悉死亡谷的人都知道 这一切都是表面的景象 一旦你踏足其中 周围的环境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 据悉1983年 一位牧民的马 因为想要吃河谷中茂盛的牧草 而进入死亡谷 这群马可是牧民的全部家当 怎么可能轻易就放弃 因此 马匹的主人 在追赶到死亡谷附近时 也曾陷入了犹豫之中 然而 面对奔腾而去的马群 他最终选择了勇敢地进入死亡谷 令人惊讶的是 这名牧民最终死亡 而他的死状更是让人咋舌 他的尸体被发现时 手紧握着猎枪表情怒目圆争 嘴巴张得很大 看上去仿佛目睹了什么十分恐怖的事情 最终被吓得失去了生命 死亡谷不仅对人类的生命肆意威胁 对大多数误入其中的动物也毫不手软 因此 人们经常说死亡谷中有累累白骨 不仅有动物的 更有人类的 因此 当地人对这里非常忌惮 不愿靠近 牧马人的死亡事件在当地传为佳话 使人们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之中 然而 对于当地居民的这种恐慌心理 其实很正常 由于他们接受的教育程度有限 且具有宗教信仰 因此 在面对奇异事件时 他们更容易将其解释为神明的降临 对于那些擅闯禁地的人进行惩罚 但是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们 则会持不同观点 由于他们是唯物主义者 不相信神明 只相信科学 因此 在上世纪90年代 新疆地质局的科考队进入死亡谷 进行实地考察 试图解开昆仑山的未解之谜 在之前的考察中 地质队曾发现 死亡谷内的此异常现象非常显著 尤其是深入昆仑山内部 异常现象愈发明显 因此 这支新疆科考队携带专业设备 计划详细研究死亡谷内的磁性异常 探索其中是否存在强地磁效应 强地磁效应 可能导致该地区雷电 甚至尖端放电的自然现象 如果是闪电击中前文提到的牧民 那么一切谜团或将迎刃而解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科考队选择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进入死亡谷 刚一进入这片区域 大家就被眼前的美景所征服 河谷四周盛开着各色鲜花 河水宛如明镜 清澈见底 仿佛一片仙境 然而 正当大家对这里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感到疑惑时 死亡谷展示了其瞬间变脸的能力 天气突然变得阴沉 震耳欲聋的雷声 在科考队员耳边响起 一场暴风雨突如其来 担任队长的气象学家沙普尔 砍击健壮 立即大声喊道 尽快卸下无线电的天线 危险 然而 话音刚落 厨师长王立成突然倒地 当时他正拿着锅铲 为大家准备食物 根据王立成的回忆 当时他正在炒菜 突然间雷声大作 他感到雷声距离自己很近 随即看到一道闪电劈向他 接着 他就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显然 从他的描述来看 他应该是被雷击中了 科考队的后续调查结果 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死亡谷内存在强磁场 达到了1000到3000高斯左右 而1000高斯的磁场 已足以轻松 吸引一个成年人 体重约200斤的物体 因此 死亡谷中无数生命的死亡 可能是由于超放电现象引起的 至于关于死亡谷中 被杀死的动物 或人的尸体 会凭空消失的传言 科考队解释称 可能是由于死亡谷底下的 地下暗核存在 在夏季融化后 动土形成沼泽 将遗骸吞没 最终进入暗核中彻底消失 当然 这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解释 有关昆仑山死亡谷谜团的 一种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 许多诡异事件 可能是自然现象的结果 然而 当地许多人仍坚信 死亡谷深处 隐藏着某种东西 这种东西被认为像神明一样 具有非凡的力量 其实不能说当地人迷信 因为古来就有关于昆仑山的神话传说 这些神话往往引导我们进入另一个认知领域 即昆仑山确实是神仙的居所 古代神话中的西王母就居住在这里 她被视为道教中至高无上的女神 王母娘娘保佑就是指的她 传说中的西王母形象使人头抱身 身边有两只美丽的清鸟侍奉 在道教中 西王母有着太虚九光玄台金母元君的尊号 古代山海经 已经描述了西王母 那时她是一位具有人受特征的图腾神 深受人们信仰 后来 汉书中对西王母的描写显示 这位久居昆仑山的神明 或许真的存在 在西汉建平四年 公元前三年 春 天下大汉 关东一些地区的人们传言 西王母正在筹备 一些人甚至急剧慈奉她 采取放火的方式来驱赶旱灾 这些事件 使得当地人民感到恐慌 道教对于西王母的崇拜非常强烈 就像国外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一样 西王母在道教中 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她居住的昆仑山 被彻底视为神山 被认为具有沟通三界的作用 许多道教徒相信 在昆仑山上修炼真道 最终完成飞升 至此 昆仑山和西王母 已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演变成了一种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昆仑文化 许多学者一直在专注研究这一文化 而昆仑山上连续发生的奇异事件 使人们对这些传说的真实性 更加充满好奇 除了中国的昆仑山死亡谷 世界上还有其他四个死亡谷 各自具有独特之处 美国的死亡谷 位于南加州的东北部 长度约为22公里 相对于昆仑山死亡谷的105公里来说 规模较小 然而 这片死亡谷之所以文明 不是因为奇异的自然现象 而是因为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似乎没有法则存在 进入这里 你可能会面临抢劫 甚至是枪击 因为这里居住着许多黑户 俄罗斯的死亡谷 位于堪查加半岛 长度为2公里 宽度只有100到300米 相对较窄 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 进入其中都可能一去不回 但只要远离 生活在附近并不会受到影响 意大利和印尼的死亡谷 割据特色 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死亡之谷 有时指的是昆仑山死亡谷 有时又指的是四川省乐山市的黑竹沟 当地人称之为鬼门关 称即使在机制的猎人一旦进入 也难以幸免一死 据相关资料显示 1950年 国民党胡宗南的残部 约有30人进入了黑竹沟 尽管他们备有精良的装备 最终却全部身亡 这一事件使黑竹沟声名大噪 除了这些死亡谷 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禁地 那里有着无数未解之谜 等待人类揭开 相信在科学的不断发展下 总有一天 我们能够拨开迷雾见日出 战胜无知愚昧 对世界有全新的认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